就是先放低一點 你問我越低越好 310元 最好是320元買的 問題是買不買到的意思 所以如果找短線 你真的找不到一個很好的買一櫃給你 剛才說最好就是分住 先買一住線 接著如果你下的再購貨 最好分三住可能第一住 現在先買一住 第二住就看情況 可能你下得多的時候 一口氣加上兩住 暫時來說京東這些強勢股 每個圖表上面都告訴你 是十分之清晰的 圖表漂亮 永遠面對著的問題 就是直播率不吸引 當直播率不吸引 你又想買的時候 怎麼可以做 由駐馬上控制風險 就是分住吸納 所以你問我京東 什麼位置買就是越低越好 但是哪個位置叫低 不知道 就是看一天跌到 這個看短炒功夫 突然跌到低 單日轉 好像有沒有什麼行為 所以你就拼了 但如果你在這一刻去說 這些位置第一轉 每回十元扣一貨 扣一住 所以十元做止次這樣 是 如果能夠有能力做到分住吸納 那阿龍覺得現在買得可以的 每跌十元就多加一住 就很容易有錢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